大家好,今天阿遜手機網要為您介紹的這一款是 雅太雙模的手機 那這一款的型號叫做雅太雙模GC01 那主要的它是屬於新式的,它是屬於使用A鋼板的部分 那待會為您介紹手機 還有它套用原廠後蓋配件 那一樣呢,它所附的是兩電一充傳輸線耳機 那因為它是屬於側插卡的部分 那它當然是還會再附一個 這是所謂卡槽的部分 那卡槽的部分的話,它是可以再做加滿的動作 看各位網友需要的話,可以去做備份 那這是它的充電頭 這是耳機 那這是傳輸線 那它的電子的話呢,是標示著1800mAh的部分 讓大家看一下 它這也是標示著1800mAh 是在這裡 那當然是為您介紹這一款手機 那主要呢,它是屬於 目前是屬於A鋼板的部分 那它的厚度也是接近原廠 那也可以套用它原廠配件的後蓋 那支管手機呢,跟A89一樣 那目前會比較推薦這一款 是因為它的整個操作跟整個質感來說是最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耳機孔的部分 那它也是有做所謂的金屬鋼圈出來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一般雙膜機它旁邊是屬於科製卡槽的部分 那磁管手機它GSM跟亞太是放在測插卡的部分 那手機先為您介紹一下整體的結構 先進行關機的動作 那原廠來的時候它附一個測 卡針的部分 那亞太的部分呢,它是屬於測插卡的部分 那等待關機完操作給大家看 我們可以用卡針把它跳出來 因為它是做得比較緊密 所以它卡損會比較緊一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屬於放大卡的部分 那大卡的部分呢 在這裡注意 拿起來讓大家看一下 它這裡前面有稍微一個 卡損式的 所以當我們卡放進去的時候 要稍微的往內卡緊 這樣它的卡 它做起來的話 它收訊接觸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它這是屬於比較新版進階版的部分 那這是它屬於測插卡的部分 那開蓋呢也是一樣 由下往上推 那它後蓋的部分呢 也是有蘋果的圖示跟iPhone之樣 稍微讓大家看一下 那這是它的整體結構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GSM卡槽 那側邊 那側邊的卡槽是可以放GSM 或者是亞太卡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屬於天翼系列的 亞太雙模雙待的 蘋果式手機 那它電子也是一樣 因為它電子是屬於比較突出式的 所以我們電子在放進去的時候 要由外往裡面推 放進去 那後蓋的部分呢 我們是稍微的 它上面這裡有卡槽 我們可以看一下 卡槽 我們把它卡住了 上面卡住了 卡住了以後再由 上往下做推蓋的動作 那側插卡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放好了 我們再把它放進去 他們會這樣做的目的是 就是逼近於原廠的iPhone 他也是有 側插卡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進行開機 那一樣呢 他所 刷的ROM版也是屬於 跟C-SPA一樣的第三版 那我們先看一下 後蓋 他也是屬於 蘋果 這有蘋果圖示 那目前貼這個保護貼 保護貼是保護 後蓋貼的完整性 那我們先把它封起來 那一樣在這裡 一樣我們可以看到 是屬於iPhone的資料 那我們把它恢復 那整體操作的介面 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個保護貼不用吃了 大概看一下就知道 這都是屬於 比較新版的電容式觸控 那他的流暢性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那一樣 這是他的側邊 他是屬於音量控制鍵 那這是屬於 USB傳輸鍵的地方 那是跟原廠一樣配件通用 那這是 耳機孔 就是開機鍵 那這是測插卡的部分 剛剛有為您介紹了 那其實主要是一樣 那我們要讓大家看一下 那他的畫素 目前這一類型的手機都是一樣 後面的畫素是屬於200萬畫素 那前面的部分呢 是屬於130萬畫素 那當然我們要先看一下 設定的部分 那我們先把這個模式 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看一下他整個流暢度 現在目前都是屬於電容餅的 那電阻品呢 目前都是在當地都是屬於停產 停產的機種 所以大家購買的時候 記得要注意 那一樣我們先看設置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目前放的是 重化電信跟亞太電信 那 他指強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是選擇開機 開機的圖示 還有是你背景 背景的圖示 那一樣呢 比較特別是在他通用的部分 那就是他所刷的版本 那一樣呢 屬於在第三版的部分 他就是屬於 解鎖的聲音 還有按鍵觸控的設置 還有手柄的設置 那在方向傳感器的部分呢 一樣 我們都會建議把紙牆的切換 紙牆就是你後面 你圖示的 你只要一搖動 他就會做換 換張的動作 所以我們建議都是關起來 還有歌曲的切換 還有來電精英 我們建議一般都是關起來 那一樣有 這五種選項可以去做選擇 那語言的部分呢 就有這三種 那我們可以選擇繁體中文 那一樣在圖片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可以去做 預覽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他圖片的解析度 那這應該都是屬於 所謂的兩點觸控 他的他並不是屬於智慧型 所以他的反應會比較慢一點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整個換照片的頁面的速度 那一樣在簡訊的部分 他也可以分成 他可以分成亞太跟JSM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的 整個簡訊的部分 其實跟78第三版 他的配置是一樣 那 popper mode的按鍵是屬於 這個樣子 那其實他的按鍵是還蠻大的 那他也是支援觸控手寫 我們看一下 那接下來多媒體的部分呢 一樣有這些 有相簿啦 錄影器 播放器 還有錄音廣播的功能 那廣播一樣是要插入耳機插槽器 才能去聽廣播的功能 那一樣有手電筒的功能 我們把它開始 那剩下就是一些Java遊戲 Java遊戲會附在記憶卡裡面 讓大家去做安裝的動作 那一樣呢 在電子書的方面呢 示範讓大家看一下 電子書 我們設定是要把它 編碼的地方 我們把它改成是 繁體中文 BIG5 那儲存的位置 是把它改在記憶卡 那我目前是還沒有放TSD檔進去 如果放進去的話 就可以做閱讀的動作 那一樣 那在通話的部分呢 他們是有分G跟C的部分 那在音樂播放器的話 讓大家去看一下 那磁管呢 他設計是 喇叭是屬於在上面 那一樣是屬於3.5屏 3.5的 電容屏的手機 那磁管其實是屬於A89的進階版 因為他喇叭是比A89來好得太多 所以一般要選擇A89的人 建議都是先 就可以直接選擇是 7701這款手機 7701 那一樣他跳出來的話 他背景音樂是還會在播放的 那我們可以點的把它按 或者是 我們一般在鎖屏的時候 我們按功能鍵 按兩下 這裡可以是直接做音樂 選擇播放的系列 或者是 我們直接在桌面的時候 點兩下 他下面有一些功能鍵 也是可以直接做快速選擇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 其實功能大致上 都是 雙模劑是這樣 主要是他是否能套用 延長配件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 這是 延長配件iPhone4的 那我們把它直接做套用的動作 讓大家去看一下 它是屬於可以套用的部分 這是屬於七彩的 後蓋套 它是可以套用的 因為它的按鍵是屬於偏上面 所以它會比較偏上面一點 那接下來 我們再用 別種 別種 後蓋套 讓大家去看一下 這是一般 原廠的 可以 這是原廠再用的 網狀後蓋套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它按鍵是 稍微偏上面一點 那其實可以建議一般買 就是說 這邊已經有裁掉的一些 寶物後蓋套 那就是類似 類似 這一種 這一種的後蓋套 那其實它就是 它就是 套用進去 我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那這也是我自己先裁掉 方便讓大家去做尋找的動作 那它是可以直接做套用的動作 那其實會買出 此版的話 大家就是 比較care 它是 能不能去套用原廠後蓋 那 新版的這一版 雙模GC0 它是可以去做套用的動作 那 分別是 不同種的 原廠的 後蓋套配件 讓大家去做參考的動作 那基本上呢 它也是屬於亞太 穩定版 它做刷機的動作 那 以上就是 阿遜手機網為您介紹 這一款 GC0 亞太雙模GC01 那 這一款 這一款 A鋼板的 整個外觀材質 它做起來已經是 越來越 質感是越來越好 先讓大家看一下 以上就是由 阿遜手機網為您介紹 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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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